在2019年有一部神奇的一世界动画 普通公鸡是全体二连鸡 这样的妈妈你喜欢吗 名字有点长 但是却吸引了无数观众路坑 从幻想成为男主左右抱 到想成为男主他爸 一切的原因都只是因为 这部动画的女主竟是男主妈妈 看惯了女主是同学老师 还有姐姐等等 这一次就让我们来看看 女主是妈妈的动画 到底讲了什么玩意 男主大好真人 跟妈妈大好真真子的关系 好像不太理想 因为在学校发来的亲自调查中 真人全都体验的关系一般 而两人并不是闹了矛盾 单纯只是因为妈妈太过乐情 妈妈撒娇起来 完全不比林家小妹差 真人又是属于那种比较害羞的人 所以她是真的对这个妈妈很无奈 而在隔天真人获得了一个 可以暂时远离妈妈的机会 一位自称是受内阁府委托调查的 白蓝小姐前来拜访 她表示根据内阁府的调查结果来看 很多现实中的人都会有一种 想要进入虚拟世界体验一般的想法 于是询问真人是否也曾想过 真人立马表示当然 在得到真人的答案后 门突然打开 真人立马就进入了网络游戏中 所通俗点就是真人穿越到了一世界 真人新闻的不能自己 幻想着要不要成为一个慎重的勇者 又或者是全体防御力的暂时也行 只要能够经历一番冒险 或许等她回去后 就能和妈妈的关系变得更好 想起在穿越前妈妈那急促的呼喊 儿子等等 可谁知妈妈的意思真的只是等等 因为妈妈也跟着穿越来到了一世界 无奈的真人只能按照指示 来到传送宫殿 宫殿里的NPC国王帮他们注册了账号 死账号一经注册便无法更改 而在注册完成的真人发现 自己只是个普通冒险者 攻击能力值只有3 但母亲的攻击能力值竟然是401 难道妈妈充值科金呢 而他们进入的这个一世界 就是网络游戏的封闭测试 因为只是测试阶段 本游戏还没有确定的名字 所以暂时叫做 美美美美美帽 PRG 参与其中的冒险者 可以有很多职业选择 例如战士 手段装备 这些根本就没有人选 在受到如此不公的对待 国王为了让真人感受到 这块游戏的乐情 所以上线开局就送 手灯大礼包 面前掌握着的三把剑 就是绝版神器 真人上线很轻松地 拔起了一把名为 长穷的天空之剑 就在他以为自己是 圣剑挑选的终极人选时 妈妈竟然同时拔起了 剩余的两把剑 果然大人才不做选择 他们是全都要 而既然得到了官方的馈赠 现在真人他们就要 按照国王给的新手指南 去试验一下宝剑的威力 而妈妈拿着宝剑 随手一挥 对方就死伤了一片 反观真人在 古族进攻击时 竟然只能攻击一个对象 真人难以接受这样的设定 为什么妈妈普通攻击 是全体攻击 动漫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但相信古表多久 你就会忘记这个片名 逐渐迷失在妈妈的魅力之下 而真人已经开始抱怨游戏了 甚至还要和妈妈 断绝母子关系 你个逆子 我和你妈不要你呢 妈妈才听到这句话 也是伤心的流下泪来 而真人最受不了的 就是妈妈之父的褥落的模样 在决定妈妈是真的不知道 任何类目后 以及被我这个爸爸说教后 好儿子真人立马跪地 诚恳地向妈妈道了歉 而妈妈也是传具变点 瞬间原谅了真人 之后两人来到了卡桑国 但因为游戏开发还没有完成 所以很多人的脸 都还是一片空白 突然妈妈把剑一挥 下了NPC四川而逃 妈妈之所以会这样做 是因为只能手上写着 而不能被人看不起 于是提前来制一招 好给别人一个下马威 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到冒险者工会 去挑选伙伴一起冒险 此时工会宜的负责人 也就是白赖出现了 他邀请二人来到工会 公开挑选伙伴 在真人选完后 妈妈很认真地 对他们进行了面试 仿佛像谁在挑选儿姐夫一样 经过一轮面试后 他们选定了测试玩家Pota Pota是位商人 在购物和租数时 可以享受打车服务 不仅如此 他的随增包包 还能放得下 这种工具可以供全队的人使用 更厉害的是 Pota最近还掌握了 调查道具的技能 因此他还能自己制造工具 虽然他暂时制造的道具 不能用于战斗 但这对于冒险者来说 已经很完美了 于是Pota胜利成章地 成为了他们的一员 那我母亲最喜欢的 就是这种贤惠的恶媳 阿腿 是能干的队员 之后他们又收到了 一位魔法师威慈的简历 简历上还写着 不录取他 就让真人好看的警告 只能不以为 随手扔掉了简历 并踩了踩 接着简历 瞬间变成了一个女孩 原来还是威慈 将自己变成了简历 生气的威慈 利用魔法 将真人传送到了另一个地方 看到真人的囚牢 威慈也决定放他一马 但真人要从威慈这里了解到 原来威慈也是以 测试玩家来到一世界的货人 而这个游戏的目的 就是为了促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所以参加游戏的人 都是和母亲一起 被传送到这里 进入一世界的母子养人 必须要搞好关系 否则就回不到现实世界中 而威慈就是因为 和自己母亲发生的争吵 两人分道扬镳 威慈为了回到现实中 所以才想和真人组队 只要妈妈也把威慈当成女儿 然后一起完成任务 就能搭乘便车回到现实 两人谈话之间 妈妈因为儿子消失 而着急不移 于之后破他来到了公会求救 根据负责任的提示 妈妈竟然解锁了 发现行踪不明的儿子所在 并随时中子那里 所发生的事情的辅助技能 靠北哦 这是什么诡计呢 但妈妈竟然真的因此 找到了真人 还同意了威慈的假路 因此由帕塔 妈妈 真人 威慈 四人组成的冒险队 正式成立 真人来到迷宫外面 随时大家都不小心掉了下去 这里无情骂黑的 妈妈 我好啪啪 结果妈妈竟然 即使发动了母亲之光的辅助技能 有名 你妈亮了 大家才得以唾涉 之后他们四人来到一所宫殿内 宫殿里涌出了大量的史莱姆 妈妈在保护真人的时候 不小心被史莱姆攻击 导致身上衣服竟然都被史莱姆融化了 光头头妈妈展现在真人面前 威慈的剑壮使出魔法 但不小心把自己给捆住了 关键时刻还得妈妈站出来 帕塔剑壮赶紧为妈妈穿上了围裙 毕竟再不穿可能就得往盘剑了 妈妈瞬间就秒杀了最强的史莱姆 但也无意中杀了被史莱姆绑架的冷质 好在威慈利用魔法复活了冷质 之后 他们从人之这里得知了下一个 要冒险的地点 马曼村 因为这次任务特殊的原因 他们需要先购买装备 谁是一逛街就停不下来的妈妈 竟然帮所有人都买的装备 不仅如此 她还想买一套比基尼铠甲 防具竟是内衣 这可不行 毕竟防守面积不够大 这样就不能好好保护儿子了 而真人也接受不了妈妈这场解放天性 并且到处抢风头的行为 最终和妈妈发生了争执 可在维护我的教授下 下一秒真人就躺在妈妈的腿上 妈妈温柔的 给他掏起了耳朵 妈妈认为掏耳朵 就是和真人和好的行为 于是一伙人很快就来到了马曼村 他们从村民口中得知 前几天村里出现了一个名叫 野之女帝的人 此人要求村里 必须交出全村最惊悍的男人 否则整个村就要遭殃 据说野之女帝喜欢抚摸 男性的腹肌 而最要命的是 这个人的真实身份竟然是薇慈的母亲 所以在夜晚薇慈找到了真人 想他解释了自己和野之女帝的关系 因为之前在现实生活中 野之女帝也经常光临牛郎店 因此他的丈夫不得不提出离婚 更可笑的是薇慈的真名悬业 好像也是按照他喜欢的牛郎的花名而来的 直到有一天 母亲想和薇慈缓和亲子关系 于是他们母女二人就一起来到了异世界 可是强大后的母亲 最终因为狗改不要吃事 经常在异世界里寻找帅气的牛郎 导致薇慈是在看不下去的 因此和他发生争吵 两人自私分道扬镳 所以只要一提到母亲 薇慈就十分厌恶 这也是他一直离不开异世界的原因 听到薇慈的解释后 妈妈不由得上前抱住了薇慈 他问薇慈 亲子之间不应该就如此断开联系 因为亲子之间还有一种感情的羁绊 薇慈似乎明白了什么 但好像却有什么都不明白 这天薇慈从睡梦中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躺在真真子的腿上 这天调感她是个睡觉流口水的女生 薇慈十分气愤地打算对真人实施死亡魔法 吓得真人瞬间面瘫下来 夜晚他们四人来到树林中 发现了被刺死的工具人白赖 薇慈利用魔法讲到复活后才知道 原来女帝已经在周围出现 白赖也是被她杀害的 女帝原名是河奶 由于是薇慈的母亲 所以她和薇慈一样是个魔法师 在刚进入游戏的她 就收到作为母亲的特殊照顾 而被奖励于本能使用所有魔法的魔法书 所以战斗能力十分强悍 不仅如此 她还收集了大量的SP 利用点数 觉得无冷却技能 更可恶的是 她好像还开了外挂 这在游戏里几乎是无能能及 所以现在的女帝 简直就是无所不能 可以彻底为所欲为了 由于之前提到过女帝 喜欢见所有男人 喜欢抚摸男生的腹肌 以至于她到处寻找帅气的男人做宠物 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他们决定找到了女帝后 让女帝和薇慈好好相处 争取让他们的关系得到缓和 这样就不会对系统造成麻烦 薇慈和女帝也就能顺利的回到现实世界 很快女帝就带了男宠来到这里 看到母亲如此模样 薇慈气不打一出 立马和女帝吵了起来 两人声势还大打出手 女帝更是叫嚣着 不要薇慈这个女儿了 薇慈对她来说 简直就是麻烦和绊脚石 薇慈听后十分伤心 于是母女俩的关系更恶劣了 女帝肩挂不敌重 直接发动了外挂 让周围的树木 全都向中心的真真子和破塔冲了过去 真真子则利用自己的 全体攻击能力劈开了树木 这件女帝出了个大招 将薇慈和真人带到游戏后台里 薇慈见状立即求劳 要和女帝和好 谁知女帝就是不听不听 一出手就把薇慈打趴下了 真人见状立马上前阻止 谁知女帝好像是阿红了眼一样 认为真人和薇慈一样都是惹麻烦的孩子 于是也打算杀了真人 结果真真子突然发动技能向女帝砍来 打破了这个空间 带着满身怒气向女帝走去 本打算对女帝好言相劝一番 但是女帝不听不听 于是她又发动了全体恶联机的技能 可伤害都被女帝用屏罩挡住了 好在关键时刻 帕塔助攻一把封印住了女帝的屏罩 真真子见状又补上一发伤害 薇慈也立马发出了落体魔法 女帝瞬间被打败了 男宠满都落荒而逃 女帝展开翅膀本想飞走 谁知情被真人和真真子砍掉了翅膀 这下女帝真的败了 掉下来的女帝被薇慈借助 薇慈哭着和女帝道歉 并请求和好 这终究是她的母亲 女帝看着伤心的薇姿也流下了眼泪 她们母女二人终于和好了 但吵吵闹闹的日常能不见断 这次战斗也加深了真人和真真子之间的关系 真人似乎学会了怎样和爸妈沟通 好像也不太在意经常被妈妈抢风头的事了 有这样强大的妈妈 简直太棒了 第二天女帝因为修复了母女关系 而离开了游戏 但薇姿没有选择离开一世界 反而要继续和真人她们一起探险 而真人也意识到单纯的参加战斗并不能变得比妈妈强 于是真人决定前往学院学习 因为只要在这里学习并体验学院生活 就能获得SP点数 是最适合提升能力和技能的地方 不仅如此 那里还有威姿想要的防御宝石 还有能提高破大物品制作率的布偶服 听到真人的想法后 真真子表示支持她们三人 于是她们三人就来到学院内 在这里 她们还遇到同样是测试玩家的语术师 Made Made青春可爱 一下子就俘获了真人的芳心 可是Made妈妈却十分讨厌 她四处炫耀Made的成绩 并且自以为是的认为 Made的一切都是按照她的想法来的 Made在她眼里仿佛就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很快 在进入班级后 真人发现她们三男和Made 分在同一个班级 本以为天天的恋爱要开始了 谁知道Made的妈妈竟然也尾随而来 而且她还美名其约地说 自己是来参观教学的 老师规定答对题目 就可以获得相应的SP点数 这样可以鼓动学生们的积极性 谁只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 Made妈妈竟然作弊 压住了真人想要举起的手 还有魔法权杖催眠的大家 把回答问题的机会全都留给了Made 很显然Made并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但是她也只能小声抱怨着 只有真人至传的校服来到了学院 他们四人从暂时担待学院理事的白赖 就了解到这所学院bug非常多 所以需要他们四人来解决系统无法解决的问题 尤其是一些亲子问题 之后 真人自己作为家长进入课堂参观教学 坐在Made妈妈旁边 Made妈妈能就不忘在真真子面前 吹一波女儿的厉害 谁只在回答问题时 Made妈妈又想作弊 但这次催眠并没有成功 因为真真子的护车 拥有完全防御异常状态的功能 她抵挡了Made妈妈的魔法 并且还保护了所有人 看着吃扁的母亲 Made暗暗嘲笑者 可是课堂回答问题针对的指示学生 真真子为何拒手回答呀 结果老师看在了真真子穿校服的份上 竟然还允许她回答问题 并获得了SP点数 不仅如此 真真子竟然还要回答了大部分的问题 成功反超Made拿到了第一名 看到分数的Made母亲一脸不情愿 责怪Made回答的速度太满 可是Made却十分开心 因为她十分讨厌妈妈对她的控制欲 然后第六天Made妈妈也特意换上校服 打算和真真子一决告下 可一旁的Made却小声抱怨到 胜利什么的真是烦死了 真人误以为自己听错了 所以也没有载意 而今天的课程 是利用仅有的材料 做出最丰盛的食物 全身子鼓励真人并为她加油 可Made妈妈却以命令的口吻 让Made务必得到第一 两位妈妈的态度高下地盼 很快真人、威兹和帕塔 都尝试着用鸡蛋做出食物 但都失败了 威兹竟然做出了臭烘烘的大便 而真人的差点把自己给烧找了 但是一旁的Made竟然成功了 她做出了非常好看的食物 真人为了膨胀 于是试吃了一下 可是味道却十分的奇怪 威兹和帕塔分析 一定是Made妈妈用了魔法 当做出来的物体看起来好看而已 真人意识到Made妈妈又在作弊 于是十分气愤 但是转眼就看到真真子竟然也在做料理 真真子拿着料理 当真人尝味道 谁是被真人嫌弃 但她却以为真人是怕烫 于是适合催了下料理 然后喂个真人吃 一时间真人立马就提升了 创建道具成功率的等级 威兹和帕塔见状 也要求真真子吹凉凉 然后要吃吃 通过真真子的辅助技能 妈妈的呼呼 几个人都提升了能力 做出了色香味俱全的食物 真人因此获得了第一名 他们三人立马得到了20SP的点数 当大家都为真人祝贺时 Made妈妈却煞风景了男主的Made 她甚至不允许Made为别人喝赛 而在第二节游泳课开始之前 白赖找到了真真子并拥抱了她 原来她是来给真真子测量尺寸的 上课时Made妈妈穿着很暴露的泳衣出现了 但真人更担心自己的妈妈冲来更加暴露 她真正还幻想着妈妈浴袍地 穿着各式各样的暴露泳衣 可是没想到真真子的泳衣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Made妈妈的风头又被抢了 看着母亲吃鞭的样子 Made已经小声地说到 恶毒母亲活该吃鞭 这是真人听到后看响了Made Made连忙笑脸相迎 因为游泳比赛开始了 老师会在游泳池里投放各种道具怪物 打败怪物就能获得道具 于是真人第一次就砍掉一只章鱼的脚 但章鱼脚最后被爬她制作成了章鱼小丸子 大家还吃得不易乐乎 很不幸的是 威子竟然被封印了魔法 使不出技能能力就和普通人一样 最后真人跳下泳池和Made展开了自己的追逐 他们有着同一个目标 Made妈妈在岸上大声责怪Made有的太慢 而真真子努力鼓舞真人不要勉强别受伤 两位妈妈的态度再次形成了对比 真人则在妈妈的鼓励下更加勇敢的追逐目标 而Made听到妈妈的责怪竟然斜下起来 甚至还小声责骂 妈妈怎么不去死 真人听到后惊讶地看着Made 谁在此时一直海葵跳了出来 向真真子扑去 好的真真子手握宝剑将海葵的触角劈开 真人见状跳出泳池向海葵的头劈去 母子恶能合力解决了这只对手 而因为真人发动了最后一击 所以获得了这只怪物的分数加成 大家都为真人喝彩 可一旁的Made竟然遭到了妈妈的毒打 她责怪Made不中用 竟然只拿到了第二 Made解释是因为真人太强了 但妈妈却认为Made也是狡辩 让她反思自己 便骂到Made跑了出去 真人和真真子跟着跑了出去 他们早就发现Made有点不正常 于是想要安慰她 可竟然听到Made恶狠狠地诅咒自己的母亲 并听到了她想杀了母亲 看到她和母亲之间的隔阂太深了 比赛结束后 真人便决定要帮助Made和她妈妈缓和关系 第二天学校临时举办了学院计 这是一次可以考验冒险者应变能力的临时测验 参加的选手可以随意选择攒出了内容 妈妈们也可以参加 这队子觉得自己的厨艺还不错 于是她找真人商量改个模拟餐馆 此观点得到了队友的赞同 而Made妈妈听到后 也提出要开个模拟咖啡馆 兴致和真人他们相同 而且她还以各店销售额的多少店胜负 这件大事彻底和真真子赶上了 Made找到真人为母亲的行为感到抱歉 真人表示不怪她 但Made能坚持道歉 因为她认为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她 真人很贪心她这种状态 但Made却表示相信妈妈 比赛开始后 真真子的店铺声音火爆 大家都忙得乐死不疲 有些顾客还因为真真子的外貌身材等各种原因 竟然愿意免费给店里打下手 这和Made妈妈空无一人的咖啡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为了招揽生意 Made妈妈竟然要求Made穿上暴露的泳衣 甚至还让她摆出妩媚诱人的姿势 这简直不可理喻 赶来查看情况的真人正好撞见Made被妈妈扒光 要求换衣的场景 只有Made妈妈竟然启动了魔法 将真人变成了死人 可因为之前被威斯系动 而使用了太多死亡魔法 然后再复活 所以真人现在竟然以灵魂形态出现 一旁以为真人死去的Made妈妈 立刻给Made穿上了泳衣 而且还对Made实施了魅惑真人的魔法 目的是让Made诱惑真人放弃斗志 成为冷冷摆布的工具 既然让他无所事事地玩耍 从而放弃比赛 这一切都被真人给看在了严厉 果然真人在被威斯复活后 Made就一直纠缠着他 而真人也直接了当地揭穿了Made Made解释自己明明不想被操控 内心一直抵抗着母亲的安排 他身上的黑暗能力差点被释放了出来 正好Made妈妈出现 Made才吓得冷静了下来 只能请教Made妈妈终止一切 包括比赛和对Made的控制 但Made妈妈能具我行我素 即使模拟店的比赛输了 那还有选美比赛 他铁的心的要赢 选美大赛上 Made毋庸置疑地得到了最高分 魏茨奔向试一试 谁是观众们并不买他的账 除了主持人刚宣布完 有没有候选者上台时 端着食物的真真子却出现了 他走上台找到魏茨 想要他用魔法将食物煮熟 然后又站在话筒前 告诉大家食物熟了 可以来光临呢 这样一句话就惹来了 观众们的乐烈追捧 因此他的得分远远超过了Made Made妈妈显然又熟了 正能见状拿着Made跑开了 魏茨和破台紧随其后 原来正能害怕Made生气 所以想安慰她 Made解释因为妈妈的行为 让她没有机会交到朋友 正能等三人立马决定 要和Made成为朋友 Made感动了流下的眼泪 接下来姐来一起商量这 要为Made解决 她和妈妈之间的问题 为咨询Made不要 事事都听妈妈的 自己要有想法才行 谁知Made妈妈突然敢来 她不允许Made交朋友 命令Made 只需要事事做第一就好 而这是真真子也 敢来阻止的Made妈妈 她表示不理解Made妈妈的行为 于是询问原因 Made妈妈发疯似的表示 如果Made不是第一名 那么她就不是天下第一的母亲呢 听到这里 大家才明白 原来Made妈妈是这样自私的想法 原来Made妈妈 是这样自私的一个人 她这些对Made的要求 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Made听后十分愤怒 爆发了体内的黑暗力量 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怪兽 她叫嚣着要解放自己 一时间整个学院都笼绕着Made的声音 可没与妈妈竟然冷响教训Made 真人子立马上前阻止 而真人等三人 则去阻止Made暴走 Made妈妈竟然重要决定 和真真子一决告洽 看谁才是最优秀的妈妈 可真人子根本不在乎 她全说Made妈妈 不应该为一劫撕裂伤害孩子 最先考虑的应该是孩子们的感受 此时真人子周围犯着金光 辅助技能里妈亮了又一次发动 她身上的母亲之光照耀了所有人 果然这个状态下的真真子 就犹如天神一般 在一番真挚的语言巴巴巴巴后 终于说服了Made妈妈 就在Made妈妈心软愣出的时候 她手中的魔法权杖 突然裂开了 原来这个用来作恶的权杖 是Made妈妈随便捡的 而Made妈妈也是受权杖的趋势 才会对Made做出这么多过分的事 另一边真人也在努力劝说着Made 她自己想要什么 内心的想法要全部说出来才行 而不是一味的按照别人的意愿去生活 此时醒悟的Made妈妈跑了过来 Made一见状突然攻击了她 但她能就站着起来 请求Made的原谅 并向她说了很多心里话 可Made没有一点要原谅的意思 真人让威兹立马启动魔法攻击Made 可谁知Made竟然利用石块 将自己包裹了起来 真人自赶来一刀刀劈开了石块 看着化成怪物的Made 真人毫不犹豫一刀劈的下去 一时间怪物化为灰烬 Made妈妈跑上去抱住了Made Made委屈地握在了妈妈的紧窝里哭了起来 只有几个人坐在大树下聊起了天 Made和妈妈的心结就此打开 娘人约定彼此尊重 妈妈再也不干涉Made的思想和行为 在庆祝完学业毕业后 真人邀请Made和Made妈妈加入战队一起冒险 但Made妈妈表示自己要离开一时间 处理下现实生活中的事 而Made则表示 愿意留下来和真人等人一起冒险 而且还向真人表白了 把真人要的是老脸一红 这个羞 而这时NPC白赖小姐突然冒了出来 因为大家的顺利毕业 白赖也打算奖励大家SP点数 不仅如此 Pota也通过抽取道具 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道具 但真人和薇姿却没有抽到自己想要的 当白赖小姐说 看着大家为了守护亲子之情 而激励奋斗的面子上 就在给他们一次挑战的机会 这次真人鼓起勇气为真人子赢得了一个妈妈专用围裙 真人子收到后十分兴奋地穿了起来 面对妈妈的感谢 真人竟然羞红了脸 紧接着他们就继续探险 趁真人子填写问卷调查时 一群怪物却突然出现 真人等三男准备趁真人子不注意时 来个大招展示下自己的能力 谁知真人子立马拿出宝剑 用他的特殊技能圈体攻击 而且还是二连击一招就打败了怪兽们 真人很介意这次风头又被妈妈抢走了 这次的功课塔式迷宫就能获得实现愿望的机会 虽然看出这是个陷阱 但真人等一行人能就前往迷宫一探究竟 来到塔前 他们又通过白赖这里得知了原来附近的孩子们 全都因为这张传单进了迷宫内 于是一行人进入了迷宫的第一层 破坛在这里捡到能立刻离开迷宫的钥匙道具 真人找到了能快速回血的方法 可维兹却很倒霉地被封印了魔法 一旁的媒体心里却乐开了话 因为此时只有他能用魔法一展身手了 接着他们一起来到第二层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女孩阿曼特 她是魔法者的四大天王之一 那些父亲失踪的孩子也全都被她收入麾下 在这个组织的教唆下 孩子们全都有了逆反心理 甚至想通过爬到塔顶实现远离母亲的愿望 不过在得知面前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针针子后 阿曼特吓得跑开了 毕竟这女人竟然可以工人开挂 而且还没人管 普通攻击竟是全体恶联机 这还怎么打 所有一群孩子立马出现接应了阿曼特 看到这么多人出现在迷宫里 真人等冒险者利用钥匙离开的迷宫 因为队友数量太少 不足以攻克迷宫里的种种 于是他们在白赖的带领下 创建了一个冒险者工会 依次来招兵买马 吸引更多人一起探险 不仅如此 他们还要想办法将那些孩子们 带出塔和甲蓝团聚 依次来削弱魔法者的势力 第二天因为工会十分破旧的原因 大家决定采买各种东西来装扮工会 于是真人和梅迪以及破塔 来到超市采购 谁知竟然在这里遇到了阿曼特 阿曼特告诉真人不要小看谋犯者 因为自己已经派刺客 前往工会对付真人子 但一想到真人子这么强 真人也就没有在意 反而还为妈妈的超强能力 而沾沾自喜 谁知下一秒 威斯凭空出现赶到的超市 他告诉真人赶快回工会 真人子快要输了 真人听到毫不可置信的 立马跑回工会去 他实在无法想到 这前九期几乎无敌的妈妈进来 还有人能够攻略 在赶快攻略后 真人看到了真人子 只是在和一个推销员波奇坐着聊天 波奇是在推销水晶球的 因为知道真人是真人子的卵类 所以他利用真人为借口 卖给了真人子很多东西 原来威斯所说的真人子快要输了 是这个意思 果然妈妈开挂起来 还是根本不可能有人能挡得住 不过有这样一个克制不住自己啥都要买 并且儿子是自己卵类的妈妈 可是要输得很惨的 波奇走后 普达发现这个水晶球 其实是个炸弹 它的威力足以扎平整个工会 此时炸弹亮了 而且还发出了哭啼般的声音 就来大家都以为炸弹要爆炸的时候 真人子竟然爆起了炸弹并抚摸着它 嘴里还哼唱着催眠曲 结果不疑惑 炸弹果然不亮了 哭啼的声音也消失了 就来大家匪夷所思之际 真人子解释炸弹就像小时候的真人 只要爆起来抚摸它 它就会安静地像睡着一样 破打解释 刚刚真人子的行为 就像是母亲哄宝宝的特殊技能 又有能把一切会爆炸的东西 都哄得乖乖的作用 而真人子并不在意又领悟的技能 反而表示很欣慰 看到了刚才真人紧张自己的样子 说明真人是在担心它 而经过这次事情后 大家总结出刚才的推销员波奇 正是阿曼特派来的刺客 正说着说着阿曼特就出现了 他解释因为好奇炸弹为何没有炸 所以前来看看 从阿曼特这里得知了魔犯者们 将从塔利捡来的这些炸弹都带了出来 不仅如此 刺客们已经开始了下一步的计划 而大家以为危机不会这么快到来 只是出去了一趟 回来后就发现冒险者的工会已经被炸了 回到工会的他们遇到刚才的推销员波奇 与他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刺客 他们表示已经把炸弹安放在城中的各个部位 威力可以炸光整个城镇 而炸弹按钮就活在了波奇的手里 于是波奇就为一些真人子穿上女仆装为自己服务 他们要求真人子先为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真人子便给大家做了一顿火腿蛋炒饭 这碗炒饭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并且他们还想起了各自的妈妈 吃完饭后的波奇要求真人子来给他个特别的服务 真人得知后大叫着反对 但真人子却表示为了整个城镇 他愿意为波奇服务 就算大家都以为真人子要舍身取义时 他竟然很自然地为波奇盖上了被子 再大看来这就是波奇要的床上服务 大家都担心波奇会发疯 而按下按钮 结果波奇竟然接受了真人子这样的服务 很快刺客三人组就在真人子的洪水下 成功进入到了梦乡 最夸张的是醒来后的三人意识到了错误 于是向真人他们道歉 并保证不会再危害城镇 然后就前往城镇各处拆除炸弹去了 而在不久后的阿曼特也趁大家一起泡温泉的时候闯了进来 他质问冒险者们如何全对波奇三人 这大大削弱了模仿者们的战斗力 可下一秒阿曼特就遭到了毒蛇Medi的攻击 真人穿衣服还OK 脱衣服才发现皮肤这么差 这还是女人吗 太糟糕了吧 阿曼特听后羞愤地跑开了 然后第二天白赖带着一群妈妈来到工会前 这些妈妈为了找回孩子们纷纷要求加入工会 看着这些毫无战斗力的妈妈们 真人本打算拒绝的 但真真此却表示相信妈妈的能力 于是冒险者队伍毫无疑问地壮大了起来 但这只是局限于人数方面 一群人嘻嘻囔朗朗地赶往迷宫 路上妈妈们的吵闹声刺激彼伏 但当到达塔前 有位妈妈就突然说家里的窗户没关 于是请求薇姿用魔法将自己送回家 带他关好窗户再利用魔法返回 一时间所有妈妈全都表示家里还有事情没做完 将来威兹将自己转送回家 威兹表示十分头疼 在得知真人等了要来迷宫后 阿曼特特地在一层铺设了很多炸弹 但是因为外面妈妈们的各种原因 阿曼特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真人她们 正在思考时 阿曼特不小心狡猾 手里的炸弹按钮也被按了下去 这些炸弹立马爆炸 迷宫了一层瞬间化为了废墟 阿曼特也被压在了废墟一下 而真人在解决好妈妈们的问题后 一星人也成功进入了塔内 他们发现一层全是废墟 然后借助废墟一层层往上爬 阿曼特这时才从废墟里爬了出来 因为想赶在冒险者之前到达顶层 所以阿曼特找到传送地板来到21层 真人他们来到20层时 因为疲累所以少时休息 妈妈们都拿出了身上所在的食物和大家一起分享 而阿曼特终于耐不住性子等半天 发现没有妈妈团的出现 于是竟然跑到了20层 看到真人子后决定要一决高下 来吧 战斗吧 于是竟然就开始比赛洗盘子 虽然阿曼特很用心的在洗盘子 可是奈儿真真子有外挂 手里面把海洋之剑在头墨上洗劫 今后就让他产生巨大的水流洗净所有盘子 之后他们又开始比赛洗衣服 真人子可是修了一招水盾 洗衣球之术 这滚动的水流将放进去的衣服可以瞬间洗净 阿曼特的对决就这样败备 只有妈妈团们来到89层 但因为之前踩的陷阱的原因 只能等人紧单失去了外衣 身上就只剩下内衣内裤 根据白带的说法 衣服越少 防御力越弱 很快阿曼特再次出现了 他教唆已经变成怪物们的孩子们反抗母亲 但怪物堆立已经有异变的波琪 因为波琪之前潜入迷宫 想要说服大家回到妈妈的怀抱 谁知被阿曼特给发现了 他就变成了怪兽 波琪妈妈认出了他 于是警求真真子不要伤害波琪 其他妈妈们也发现了自己的孩子 这下子真真子的全体攻击能力就彻底不能用了 更别说恶联机 真真子告诉妈妈们 孩子的内心早就对母亲不满了 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必须承受孩子们给的伤害 之后真真子再次发动了 你妈亮了的辅助技能 其实这次却给妈妈们提供了一件铠甲 这是可以的理由 孩子们发现爆刊的极品防御铠甲 妈妈们因为穿上铠甲并没有受伤 一边怪兽们的孩子 因为发现了不满 又变成了原来的模样 这下孩子们全都回到了妈妈的怀抱 伙伴者的势力又被削弱了大半 真真从波琪这里得知 阿曼特爬上了顶楼许愿 就只想让世界上的妈妈 一个不赖的全部消失 为了阻止阿曼特 他们一口气爬到了最后一层 随之这里出现了很多陷阱 好的真真子及时出现 这才救下了重任 最后他们找到阿曼特和他打了起来 但冒险者们很显然不是阿曼特的对手 这个看似杀雕的女人 仅有着不落于真真子的实力 最后真真子启动了母亲的殉职能力 成功击败了阿曼特 击人一起跑向了顶层 而真人抢先阿曼特 成功许了愿望 只是一着急 只能随便说个愿望 为了这里的每个人 都得到了一颗鸡蛋 这就是真人许下的愿望 阿曼特气急败坏地离开了迷宫 前去寻找四大天王中的 其他三个伙伴 而完成战斗后的真人 和其他伙伴一起 品尝了真真自主的鸡蛋饭 白拉也拿了一枚紫色水晶石 告诉真人 正是因为这枚水晶石 威斯的母亲和美丽的妈妈 才会受到他的控制 而制造自媒水晶石的人 正是阿曼特 所以真人他们的旅程 还没有结束 四大天王还有其他三个 没有消灭 故事结束 在第一季动画播出后 虽然评分几乎爆死 但却收获了不少的播放量 尺度相对较大 并且充斥着新鲜感 这本来就是一部 特别优秀的题材 甚至单看模式 还能说起到很大的教育作用 因为故事没有具体的主线 虽然以真人冒险为主线 但更多的却成了 帮助修复母子关系的 伪教育剧情 加上作为一部商业片 直落过多的底俗梗 从而让整部动画 直接扁味 被观众纷纷狂踩 不但单纯以设定来说 我真的认为是挺棒挺棒的 因为妈妈背那些人 基本不认可游戏的存在 我们多少人希望父母 可以了解以下游戏 但显然这是很难做到的事 在沙雕的剧情中 反映了很多社会 教育 以及家庭的问题 居然唯一可惜的 就是这宛如李芬的呈现 尤其还是母子 所以被说是三观不正 也完全是符合评价的 以至于在解说的时候 其实相信有看过原片的人 都已经发现了 我忽略了很多 纯粹为了卖漏和生硬沙雕的桥段 至于喜欢什么动画 喜欢看什么动画 全品个人 即便我不喜欢这里面的低俗画面 但却不得不说 被这里面的轻松冒险剧情 给逗笑了 特别是那个 你妈亮了的辅助技能 整体就是 轻松 愉快 觉得个硬的人就不去看 觉得喜欢的人 就去看 也不用说什么 人瞎人 人上人之类的评价 看动画无非就是为了开心 而且据说 真生子并不是真人的亲生母亲 是16岁领养的 我不知道是我漏掉哪个剧情 以或者是原作剧情提到 还是怎样 这些都还是看个人点评 才清楚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会有更多人 去接受这部动画 不让视频前的小可爱们 你们对这部动画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评价 可以说看看 我是少年 一文明年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个拜托